为了让王者安息、深者安心 江部台铁局16号在事故现场举行的超度法会 要超度在0402泰鲁阁号列车事故中不幸罹难的乘客 包括了花莲县长徐正伟、江部长林佳龙 台铁局的代理局长齐文中 都亲自出席诵经悼念罹难者场面矮期 为了让王者安息、深者安心 江部台湾铁路管理局16号在事故现场举行超度法会 超度在0402台铁套入个408车事故当中不幸罹难的乘客 现场徐正伟、交通部长林佳龙 台铁局代理局长齐文中亲自出席诵经悼念罹难者场面爱期 110年10月22号台铁事故造成重大伤亡 造成49人死亡 遇200轻重商产具 许多家庭天伦梦碎 欢迎幸福在现场徐正伟的指挥之下 第一时间成立在害移民中心 并在何人成立前进指挥所 欢迎车站成立临时服务中心安顿三者 更动员调度各局处协助台铁进行交通接驳的车辆 安排医护、民众收容场所等救灾工作 全力协助台铁进行救灾的工作 16号错误法会在西正线上方的水泥平台举行 由佛光山、月光寺、监视、妙讯法师带领着四十位法师以及信徒们 共同投入居民的工作 记得终于休想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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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